市長講問一下現在那個大局條款被說為是為您解套 那議員不要讓議員集體漏口 那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然後還有羅友志他也批評就是說 因為您是母雞 所以要先出來為大局解套這個條款做出挑戰 很多優秀的人才願意為國貴民努力做事 我相信黨一定有一個做情的辦法 讓大家能夠團結的面對 勇敢的站出來好好做事情 讓我們國家跟人民的發展能夠不斷的往前走 議員是不是有覺得還蠻委屈的在得知這件事的黨下 其實早上看到新聞是確實有點錯愕 因為其實我這幾天基本上都在追那個陳宗彥相關的新聞 那甚至大家也知道我凌晨一點還開直播 然後連續兩個晚上就都做功課到蠻晚的 所以其實我有講雖然我參加的是國民黨黨內初選 可是我的定調是呢 這是一場我跟費洪泰委員兩個人 比賽誰比較有能力帶動議題去下架民進黨 讓國民黨在2024年能夠拿下勝利的一個競賽 那而不是說我們黨內的這個互相的爭鬥 所以說我一直全心全力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但是後來早上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嚇一跳 因為我覺得本來的那個條款 那個針對性有一點真的太強了 那我就想說我在前線然後一直在作戰的同時 原來後面的人他們有一些可能也不知道是誰 那在花心力都是在講說要用什麼樣的制度啊 可能或許就這個可以把學小星幹掉啊等等的 那這個當然就會讓我覺得有一點傷心 會覺得說其實我要的真的不多 那就是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初選制度這樣子就好了 那我當然也做了一些查證 後來了解到說就是說一開始似乎是 黨中央可能有在跟一些我也不知道跟誰溝通說這個方案 但是在我後來臉書發文談了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條款真的是有一點針對性 那感覺也不太公平 也沒有辦法選出比較強的人 因為我覺得我們所謂的公平的初選就是強者獲勝嘛 就比的是實力原則誰強誰選 那輸的人就比較弱的人 當然就是支持強的人去選我們一起2020年還是共同來努力 那後來在我發了這個臉書之後 那我看國民黨這邊也有發出新聞稿說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那後來我又輾轉回去了解之後 就是說他們就變成是說好像是有人提了這樣子的建議 但他們呢不會接受 那我覺得這樣也很好也很合理 所以呢我是很願意相信國民黨是願意給我們 這一些議員一個公平的初選制度 而不會用這種針對性的很奇怪的這個條款 然後呢去這個不管是要卡住我還是卡住其他人都一樣 那這種許巧心條款我相信 黨中央他們不會隨意輕易的就放心 那或許是在他們討論的過程當中的其中的一種版本 但我相信國民黨不會通過 所以我覺得力氣應該還是要回來就是放在監督民進黨上面 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快的就打起精神 然後繼續去追蹤包括陳宗彥相關的這個新聞 我覺得只有就是大家所謂的團結共好 不是指我們因為我們是國民黨 所以我們就只能團結 而是說我們有共同的一個信念跟目標 我們要共同的針對國民黨2024年的整體的勝利來做努力 而且我們積極的去做 那這就實現了所謂的團結了 那剛才飛龍太委員他有說到了他最大的對手就是自己 然後他不打內戰 但是言下之意是不是有可能沒有初選 不知道耶 不至於吧 我覺得不至於吧 但是反正我每一天真的都非常非常努力了 然後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挑戰者 那我給自己的目標就是呢 要超過自己的極限 所以不管你們想說到空戰或陸戰 不管是傳統媒體或是新媒體 我每一件能做的事情 我都超過本來許曉星能夠做到的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挑戰者 如果我沒有做到超過我自己的極限的話 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我自己都覺得我沒有資格去挑戰 所以我沒有辦法管別人怎麼想 我也沒有辦法管別人怎麼做 甚至連黨內的制度要如何 其實都不在我的控制範圍裡面 我只能讓我自己成為一個更強的候選人 那讓民眾看到許曉星 喜歡許曉星 願意支持許曉星 那我相信民意就是我最大的後盾 只要人民願意支持我 那我就能夠過關 那所有以民意為依歸 那就是我們民主機制的精神 那我也相信國民黨是一個民主化的政黨 那會以民眾的意見為主要的意見 因此我會在這條路上繼續的努力下去 不管最後的制度是什麼 我都不會放棄 那我怎麼看到你第一時間發文 就是那個照片也看到你也犯了 不曉得那時候心情是什麼 那你形容說有點像是被家暴的感覺怎麼說 就是說我 因為我這幾天真的沒什麼睡 然後我都在 因為這個陳宗彥的案子 然後整個民進黨內鬥的案子 其實它的細節很多 那還包括說有沒有所謂的 這個我拿到的監聽藝文的分析研究 然後來源等等的 那我一直都在做功課 那心心念念想著就是在前線打仗 結果轉頭回來之後發現說 原來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真的不知道是誰 那原來在背後他們是在做這種小動作 然後想要透過Y7扭8的制度 然後可能去卡住其他人未來的發展 而不是我們來一場正人君子堂堂正正公平的競爭 那這個是讓我覺得說很受傷 覺得難道我在前面的努力 然後我們打下了戰功 我們對於敵人的這樣子的一個晉級 對某些人來說真的是這麼刺眼嘛 那所謂的某一些人 我也沒有指特定的人 我不知道是誰 那我就是覺得 其實有什麼話大家可以公開出來講 不要用放話的 不要用不具名人士 不要用黨內人士 像我一直以來就是 我有什麼話要說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帳號 我用我自己本人出來講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最近很多跟立委初選有關的訊息 都是黨什麼黨內人士 不具名人士 不知情人士 那這些說法很多時候又對我們是有所重傷的 那我覺得 當我們在前面努力作戰的時候 如果 是所謂的自己人在背後是在扯我們的後腿的 我不覺得這個符合我們支持者他內心想要的想法 那當然不會影響到我繼續作戰的決心 只是有時候就會覺得有點不勝唏噓 那早起來是不是看到就有掉淚 真的很難過 我一早起來 記者問我的時候 我還沒有看清楚 我還說 不管什麼樣的制度我覺得 反正我就做就對了嘛 就仔細看 看到最後發現 蛤 那所以不是我贏多少的問題 因為那個制度它詭異的點在於說 就算我贏了黨內的對手 15%好了 然後也贏了這個 民進黨的潛在對手 十幾%好了 那我就算贏的比對方來的多很多 我可能還是不會被提名 所以它不是強就會被提名的 我本來以為的制度 不管你說是什麼 全民調黨員投票 或是那樣子的制度的想像 都是強者獲勝 那怎麼樣的制度是怎樣算強 那可以討論但是以前是想說是強者獲勝 可是因為那個版本很奇怪的 就在於說 它不是強者獲勝 它是 甚至有點保障弱者的情況 那這跟我們原本想像的制度是差太多了 所以 當下我確實是情緒還蠻低落的 不過 大概30分鐘之後我就覺得說 反正這個也不影響我 繼續作戰的決心 所以就打起精神來 然後也跟這個我的支持者講說 沒關係 我們也這個 不要激動 不要緊張 那該做的事情 該對民進黨繼續做的追蹤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事情好好做好 所以我一樣 非常堅定的要參選 國民黨在南松山信義區的 立法委員的初選 不管制度是如何 我一定都會參加到底 那我想 這是我作為黨員的權益 這也是我作為徐曉星 我的決心 但如果現任優先要參加到底的話 有可能會退黨嗎 嗯這個等制度出來再說吧 現在好像黨中央也說 就是沒有這樣子的制度的話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已經解決掉了 尤其我也說了 我相信黨中央不至於做出這麼奇怪 就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制度啊 不至於吧 所以我是願意相信國民黨的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團結一致 現階段就是好好的去監督民進黨 因為現在是說這個知情人 不然會覺得是黨內自家人嗎 因為有個說法是說 因為是在這個陳宗彥的事件之後 是不是就是為此要轉移交點 怎麼看這個好像類似陰謀會 嗯我是蠻確定就是說 這個話不會是民進黨放的啦 因為我跟就是媒體圈也蠻熟的嘛 那所以哪個記者他們可能是跑什麼線的 我是清楚的喔 所以我不會說 這個民進黨搞的是不至於 但是我覺得 我確實是有一點在意的事情是 當我們現在國民黨應該全心全意 去追民進黨的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突然跑出了一個 我們在講什麼國民黨的制度 黨內制度要怎樣卡誰卡誰的 特殊條款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是團結共好的情況 我們應該是所有人 包括我啊 菲永泰委員啊 所有人我們一起全心就是 我們在比賽說 誰追陳忠燕的案子 誰追賴清德的案子 追民進黨的案子 追的比較多 我們應該是在這個議題上面做競賽 然後每一個人都拼盡全力 去找出民進黨的問題 揭露揭蔽 讓民眾跟中間選民知道 民黨真的做的不好 可是今天的情況就是說 欸我們做到一半的時候 不知名的人士卻在又反回頭來 去用那種搞制度的方式 搞小動作 那這個確實是會讓人家感覺到不舒服的啦 會覺得這是許巧心跳嗎 會 我當下看到的時候就想說 這不就在針對我嗎 這在講的就是我 因為其實我們在前幾天就 媒體界就有開始在傳幾份民調 那是關於我們國民黨幾區的這個 立法委員出選的民調 那我也在幾天之前就知道了 這個民調的情況 那我就覺得說看到這個民調的情況 我應該是還蠻得到民眾支持 然後我覺得這個方向很好 然後我要繼續努力 還要繼續戰鬥下去 我覺得我的目標跟方向是對的 然後我也非常的積極正向 可是這個時候突然告訴我說 你再強都不一定會提名你的時候 那會讓我覺得 那我這麼努力是為了什麼呢 那不是說好要選最強的人 所以我努力 真的真的很努力想要變成最強的人 想要成為人民的選擇 可是我們的黨內如果不給我這樣子的機會的話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是在這方面確實有點傷心 不過也要幫黨專長說一下 他們今天算蠻快速的就回應了這個議題 那我也很謝謝黨中央能夠這麼快就解決這個 黨內的不知名人士引起的波瀾跟爭議 所以我是非常 在這方面來說 我是非常感謝黨中央的 也相信黨中央一定會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 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代表國民黨一起來打2024